廉價活動排滿滿 接觸病毒機會更多 就連原本好發在兩歲以下 嬰幼兒的RSV呼吸道融合病毒 最近都出現不少 發生在更大年齡層的案例 有醫師發文表示 一位十五歲的國人男生 反覆高燒 劇烈咳嗽 但流感 新冠 腺病毒都是陰性 沒想到竟然是感染RSV病毒 RSV病毒它除了上呼吸道感染以外 它有下呼吸道感染 也就是說它常會氣溫到下面的氣管 甚至肺炮 造成肺炎 所以它的感染比較嚴重 是因為這樣的 今年因為免疫負債 不少國高中生 甚至成年人確診原本 好發在嬰幼兒的RSV病毒 秋冬挑戰還不止如此 加拿大病毒學家點出 近期XVB變種株感染人數又增加 有機會再度引發流行 儘管國內明天開放六個月以上 讓民眾全民公費開打XVB疫苗 但打氣醫師卻不看好 今年秋冬要打的疫苗實在太多 如果不想要全都接種 醫師建議 新冠病毒和流感疫苗 至少要挑一個施打 減少同時感染的可能 保障自身安全 巴拉新聞 和平李松原 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